欢迎收看今天节目我是曾志祥 今天是8月5号的一个时间 现在录节目的一个时间点是上午的10点45分 目前你可以看得出来 整个交权指数目前是下跌到了82点 盘中最低是跌到了92点 这个有在续跌的一个状况 但是今天稍微招牌亮出来之后 现在稍微有些亮说的一个情形 指数继续下跌 那当然整个国际股市 包含了亚洲股市 还有新台币的一个汇率 都有这个出现一个贬值 还有下跌的一个动作 但是呢 我们必须要说 这个礼拜来到这个位置 说一句坦白的 你没有必要去做一个杀地的动作 如果说你先前没有在前面跟着出的话 因为先前其实你有阿翔老师 赖的讯息都很清楚 在这一天的一个时间 这一天的一个时间 你早上九点半就收到讯息 阿翔老师告诉你说 我让婚人朋友抽回了七成的现金 我们是讲的非常明白 七成的以上的现金 至少七成 这背后代表的意思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这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因为毕竟这波这样子 避开掉了这波的一个风险 那你要去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说 我知道当天有很多的节目说 他有卖股票 但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逻辑 那有的节目他说 他卖了三档股票 四档股票 甚至五档股票 但是你魂难不知 他带会员朋友可能买了十档 二十档 三十档 对不对 买了十档 十几档股票 卖了五档又怎么样了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当天阿翔老师就是直接告诉你 会员朋友抽出七成以上现金 我所有会员朋友都很清楚 所以回过头来 那时候指数在一万零九百多点 七成以上的现金 跟你卖出三四档股票 那个概念是完全不同 所以你回过头来思考这个问题 那当然这个也不是今天阿翔老师 想要表达的重点 因为这一波的避开 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本来该避开就是要避开 这本来就是分析师的一个责任 你参加会员本来就是要趋吉避凶 该卖股票的时候就是要卖股票 但是呢 我们接下来回过头来看看这个盘石 有人会问说 甚至这个盘石跌到这边还有没有机会 会不会有机会止跌 本周我先跟各位讲这个礼拜有机会止跌 所以你先前没有跟着卖的 你在这个礼拜你持股跌到的 不要去做杀地的动作 那很多人看到这边他会失去的信心 对盘整个都没有信心 甚至有人会开始告诉你说赶快去放空 但是呢 我这边要特别谈的一件事情是在于什么 你要做多要做空 阿翔老师没有这个权利去主持你 你是会员朋友 阿翔老师会带你进 也会带你出 在三档里面的一个操作 那更重要的另外一件事情是在于说 跌到这边很多人开始失去的信心 什么都不敢买 什么都不敢做 这一点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当前面在这个位置附近的时候 很多人都想要买 很用力的买 很希望赶快买 然后跌到这位置的时候却不敢买 很有趣 就是说一万年九百多点的时候 哇这有人喊到过高 甚至过一万一 甚至创新高 但是跌下来之后就都不敢喊 不敢做 不敢买 股票市场不就是本来就是应该买低卖高吗 不就是本来就应该要买低卖高吗 短线急跌他会有机会反弹 所以你不用杀低 要抢短 这个位置随时都可以抢短 OK 因为短线急跌本来就会有机会谈 谈多高 谈的多高 我们目前暂时不得而知 但是重点是在于什么 重点是在于说 你的信心问题就来自于你的操作 你有没有信心来自于你的操作之外 甚至高档有出 拉回有低 才会有信心买 又或者是 高档有出教之后 拉回有低 又买对的股票 那个才会有信心 所以信心我常在讲很多人说看到指数这样子跌没有信心 但事实上 有没有信心其实跟指数的关系关联性不是这么大 我们不能一昧推给指数 了解这个意思吗 一昧怪罪给外资 这两天 这一天 这一天 这一天关股买了29亿 这一天买了40几亿 两天加起来已经70几亿 今天继续会打 关股买得很用力啊 当然关股口袋深 我们一般投资朋友 而且口袋没有那么深 当然没办法这样做 但是经过短线集叠 短线集叠 今天稍微开始要亮说 这两天如果收十字 或者是这两天收藏下影线 随时都有机会反弹 所以不用杀低 好的股票成长股 拉回找买点 逻辑如许 简单 另外呢 我们刚刚谈到买对的产业买对的股票 你就会有信心 逻辑非常清楚 什么叫买对的产业 我这段这段指数下跌 我前面在谈中国5G 这段指数下跌过程当中 我们一样在谈中国5G 以及中国5G带动的周边的基础元件 基础元件包含两个区块 我先前就说过 第一个被动元件 第二个是因元件 被动元件今天稍微有些反弹 这是2327的国具 当然我不是叫你去买国具的 我没有叫你去买国具 但是我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 本坡加增值数到目前为止 跌到今天跌了83点 然后前面一段跌了400多点 现在国具是上涨3.69百分点 所以叫内支防守 华欣哥也是一样 根本没跌到 就如同我先前所说的 上半第二季的季报 国具公布之后 完全没有反应 那利空很大 还跟你说预估全年的EPS 只有十几块钱 利空很大 但是它没有跌 你了解这个意思吗 我再给各位看一个重点 看什么样的重点 什么就是买对产业 买对股票有信心 高档有出 拉回买对产业买对股票 你会有信心 后面会赚钱的人是你 回过头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看了 现在指数连续几叠吗 对不对 你去做一个对照 这条是260天的移动平均 就是所谓一般的 俗称的一个年线 这条是半年线 好 你记得现在指数 是不是已经跌破半年线 然后回升年线附近的一个位置了 跌破半年线 季线在上面 月线也在上面吗 跌破季线月线 月线季线 半年线 回升年线 对不对 好 给各位看 那我们来看 2345资方 中国5G概念股 这条是月线 短期金线 5日线 10日线都在上面 股价 今天股价 你觉得呢 当你看到资方的一个走势 你有感觉说 这个指数有跌这么重吗 你了解我这个意思吗 然后我再给各位看 另外一个重点 5388中雷 这条是月线 这条是半年线 加权指数目前在这个位置 加权指数目前在这个位置 因为它跌破半年线回升年线 但是总得在这个位置 你就明白为什么我还留一半 有低我们会再接 当然重点是在于什么 你说这两只外 你再来看 629的围影 今天我把剩下持股在380 接近390 把剩下全部先卖掉 因为短期有转弱的迹象 但是拉回下来我还会再买 为什么 多头趋势啊 成长股本来就是 拉回买 好 现在我就说过了 7月份8月份 你要说大力的成长 我觉得难度高 但是第四季开始 有亚马逊的订单进来 在围影宣赏 营收又会再增温吗 所以说 所以说拉回我们再来买 而且前两天外资调高目标价 所以我们先谨慎一下 但是我要表达的重点是什么 你看哦 当你看了翅邦 看了钟蕾 又看到了围影 甚至我们再来看 我们看这档 4906正文 来 这个是月线 对不对 这档是半年线 这个是年线 如果就相对位置来说 指数在这个位置 中蕾现在在这个位置 什么叫做买对产业 我们今天做股票不就是要买 比大盘强的股票 那叫做强势股 那叫多头趋势股 大盘现在短线转落中线转落 年线还没碰到 对不对 但是你会发现 中国5G的概念 甚至延伸到整体5G 绝大部分的产业 绝大部分的股票 都没什么事情 都是多头趋势 我们再来看 5G带动的 这叫做3042的经济 今年少数的涨价机会的股票之一 涨价机会的产业 这聊是月线 这个是半年线 这个年线 指数位置目前在这个位置 经济 再来看2484的西华 也是一样 你有没有发现都没有事 都没有事情 怎么会有事 所以你今天有没有信心跟指数 你买到的是类似这样子的股票 跟指数有什么关系 再加上你高涨有出事 拉回有低才来买 会担心吗 所以我常常在讲 今天做股票没信心 背后的根源是因为你操作失误 跟指数连续几列 关联性有 但是不是这么的绝对相关 所以现在的重点 第一个 本周有机会反弹 持股套牢的朋友 不需要去做杀地的动作 要卖你也是等反弹来卖 然后卖了之后呢 请记得换股票 要换到对的产业 5G的产业 可能有些人就会涨高了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在这一波大盘连续击跌的过程当中 我们常常在讲一件事情 只有大跌的时候 你才能看得出来 哪些股票是有人照顾的 对不对 有跌吗 4906的证我们特别来讲一下 特别来谈一下 1到6月份营收 上半年EPS EPS 0.49 老师啊 上半年0.49 一年顶多赚一块钱的公司 这个为什么它股价二十几块 不合理 什么叫不合理 那我给各位看另外一个事实 你看 这是4906的证文 所以今天我们的信心是来自于什么 为什么我有办法三党年代金带出来赚大钱 信心来自于什么 我给各位看一个事实 什么叫做什么 什么叫做事实 你会发现外资几乎一直连续在买 稍微调节一下又一直连续在买 对不对 什么叫事实 外资在台股连续大卖 连续三天大卖 对不对 4906的证文 它受中美贸易战影响的冲击越来越小 因为它先前在越南投授的一个厂房 今年年初在二月份的时候已经开出产了 产能已经开出来 预计到年底 它的产能能够达到整个公司的三成的营修 预计到明年 明年如果整个整个5G的发展 持续发展顺利的话 越南厂的一个产能能够达到中国厂产能的七成 是不是已经开始陆续分散 等于它的一个产能的比重 中国降低 越南厂增加 对那你说川普会不会对越南磕碎 这我不晓得 川普神经病 我怎么知道川普什么时候要对越南磕碎 其实我说一句实在话 川普川普他的行为举止 我们没办法预测了 但是呢 我们就目前可以看得见的客观条件来看 已经充分散了 而且又是中国5G之下 而且还是全球在发展5G之下会受惠的股票 所以外资外资去买 外资连续大卖台5G之后 你会发现他反而一直在买超 4906中 那5G之后 5G之后外资中呢 有大卖吗 有啦 一天两天 后来又再买 这都是外资买卖超嘛 对不对 3596之1 最近几天跌比较重 除息 连续卖 但是呢 到目前为止 这是月线啊 这是月线附近 而且包含除息嘛 对不对 822号除息嘛 3块半 在月线附近 对不对 所以各位所有好朋友 好了 因为时间也快11点了 阿翔老师也准备要去开会了 所以我整个帮各位总结一下 第一个部分 整个加权指数连续集叠 集叠到这个位置 你手上有套了股票的投资朋友 不要去做杀地的动作 你想要卖 你想要换 也是等反弹再来换 第二个部分 操作股票的信心来自于 这个做股票有没有信心 不完全全然是一个所谓指数的跌势 所造成的信心不足 那背后的根本原因是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第一个 你的高 你的操作是不是高档 有先出 后来是第一档再来买 如果是这样子 你基本上不应该没有信心 这是第二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 买对的产业买对的股票 你信心一定会从一定会足够的 所以我从中到尾一直在跟各位谈中国5G 以中国5G所带动的其他周边 这个元件的一个需求成长 不管股票指数在涨的时候 我们谈的是中国5G 在跌的时候也是谈的是中国5G 背后根本原因是什么 产业的成长本来就不会因为指数的修正而出现大的变化 而5G又是更特别的一个产业 中美贸易战的一个冲击对5G的影响 不会影响太大 为什么 因为美国也想要增重这个5G的龙头啊 对不对 所以你不管中美贸易战打得多火热 5G的发展还是持续在往上走 选择对的产业 跟着阿翔老师一起操作 感谢各位所有好朋友的收看 如果说您认同阿翔老师的分析 你也想要在盘中找盘就收到接下来的操作策略 欢迎先加入阿翔老师来 阿翔老师每天早上的 到9点多10点多 在通知完会员朋友的一个进出动作之后 也会把当天你到底该进该卖该退该观望 的一个策略都先给各位 虽然Lilet的好朋友 纵使您不是会员朋友 免费加入Lilet 阿翔老师的顺手的一个动作 提醒到产物朋友 会觉得这个也很值得 对不对 就像这一天的9点半 我们通知 会员朋友手上的持股 已经出掉 抽回7成的现金以上 对不对 那时候指数还在另外10900多点 五天过后回过头来看 现在整个指数10400多点 那一通Lilet的9点半的Lilet的讯息 价值快500点 阿翔老师Lilet的ID 小老鼠小小的T2330 最后感谢所有好朋友的收看 我们祝各位操作顺利 最后再次提醒 这个位置 不要撒低 谢谢各位 谢谢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感谢观看